藍色休旅車右轉 突然車頂一紙盒頂受不住強風掉落 在地上滾了兩圈 散落了一堆精釀物體 竟然是有危險性的螺絲釘 藍色休旅車渾然不絕 一路開走留下滿地螺絲釘 剛好單車女騎士路過 顧不得車流彎身減持螺絲釘 旁邊的當鋪老闆 健壯立刻出來幫忙指揮交通 避免發生危險 滿滿一盒螺絲釘 總數多達498根 幸好熱心民眾迅速幫忙撿起 若人車經過壓到 恐接連爆胎 那個本來就很容易爆胎 一壓過去最少三萬塊起跳 踩到的話鞋子會穿透 事發在台中的中心路上 初行駕駛把整合的螺絲釘 望在了車頂 一路開著就從車頂滑落 釘子散落滿地 將針對汽車駕駛人 儲新台幣3000元以上 一萬8000元以下罰款 初行駕駛害螺絲釘散落馬路上 警方以車追人送上罰單 提醒別再初行 記者楊森 陳志茂 台中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